可以拒绝环璃图上做最有趣的 男后教学大号是女的思思老师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期风景的教学视频 这里呢我用的是我原创的学生笔 森野 韩光绿这一款 还有一款森野绿 这两款呢型号非常丰富 都非常适合用于风景的创作 好 宝贝们我们画风景之前呢 可以先刷一个黄底 然后构图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天空 房屋 树木 土地的面积去分割好 这几条分割线要画对 然后我们用森野的11号板刷呢去铺色 我们铺这个颜色的时候呢 一定要大气一点用大笔来铺色 不要用小笔在那里酷酷一个弄 不然画出来的风景会很小气 然后颜色呢也不要用的太单一 冷色里面一定要串暖色 暖色里面一定要补冷色 冷暖胶织呼应才多 颜色才厚重 前期我们画绿色的部分 记住颜色一定不要太纯 你看我重颜色的绿色是出现在缝隙处 我们只有在画缝隙和一些假角啊 这种需要点缀或者需要强调的地方 我们才用纯色和重色去表示的 所以呢很多同学画出来的风景 一旦出现绿色的树木 就会画的脆绿脆绿的 绿油油的 很嫩很纯 是因为你在铺你绿色那一步的时候 你的底色用的实在是 嗯太纯了 所以你看四姐这里地边刷的绿色 它其实是跟天空跟房屋跟土地 这种绿色 你说有我我中有你全部调和过 所以才得到那么灰的绿色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往里去点缀 纯色和补色 那你看我把树是当成前景的 因为房子没有那么多东西画 所以呢我把所有的精彩的部分呢 我都放在了树木上面啊 房子呢我就收拾一下 让它的形态清晰 让它有一点细节可以看 我的重心呢肯定会放在树上面 所以我就是把树当成了前景 房子当成中景 从前往后推 再到后面的远山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明确的视觉中心 我们很多宝宝画出来的风景啊 它都很平 因为它没有把前景呢 去刻画深入 刻画细致 它就是什么都画了 但是都很平 如果画的都多 它也不出效果 所以我们要依次从前到后 依次从多到少 树这里是很有内容画的 你看这里包括这种地光啊 缝隙中找的这种古色啊 我们画进去之后 我们的画面呢就比较有画味 比较有耐看 比较有内容能有细节啊 包括这些树叶的形态 我这里都用天空的颜色呢 来把树叶的形状好好找了一找 因为我一定要保证我视觉中心的一个精彩程度 勾线笔到后期就用的比较多了 前期呢我们是用板上的扇形笔 后期多用小笔来塑造 因为我们到后期的塑造是越来越精细 越来越具体的 所以呢我们后期小笔居多啊 我们当前景最精彩的视觉中心刻画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整个画面的边边角角都收拾好 都完善好丰富好 包括这些前景的地面啊 后景的空间啊 还有哪里的冷暖色啊 纯色互补啊 做的不够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加强 这样呢一幅比较精彩的风景 它就完成了 希望我们宝子们看到视频都能有收获 然后喜欢吃自己的视频的宝贝 记得怎么样 一键三连哦 爱你们